到了最後一節 剛才五節講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理論 以及搞政黨的一些事情 另外我們今節會講大浪西灣這件事 不如你講講 其實我想問一下 譬如長毛你覺得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講產權 你會否覺得本身和環保和保育 是有些矛盾在中間 當然這個矛盾 古典的資本主義是沒有研究的 因為我們通常是講土地 但現在我們講整個環保的概念 可以說是比我們在19世紀討論的資本主義廣泛了很多 我們以前不知道有污染 不知道我們在生存的環保是那麼重要的 沒有那麼多研究 所以其實我們講到今天來講 都是很古典地去瞭解財產 就是說土地 你買一塊土地就像是大浪西灣 買一塊土地就做事了 現在又產生一個矛盾就是 這個土地的所有權 是不是大到可以任由土地的擁有 或者是做甚麼或是不做甚麼 你亦都不能夠隔在土地那裏做甚麼或是不做甚麼 這當然是產權的問題 當然是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們又覺得大浪西灣作為一個香港人共有財產 應該是受自然保育的 這個是新的概念 這個概念更加接近社會主義的 即是說既然所有東西都是大家共有的 有甚麼理由 因為你的財產的產權 而可以影響其他人呢 這個真是直接的矛盾 我覺得在這個矛盾上 我看到幾件事 第一就是說 到底香港的土地是誰人的呢 現在就沒有人回答 是政府的 為甚麼政府有這個土地呢 大家就說沒有人管是不行的 或者政府作為一個合法的法人 他去計劃土地怎樣用 或者土地收益之後 拿來再益回香港人 我們基本上的了解就是這樣 所以有人說 喂 土地貴一點好 因為土地貴一點 政府多錢就可以拿來自益下普通人 整體的問題來說 到底我第一個就是 土地是否財產來的 他應不應該好像普通的財產那樣 可以給別人買去 因為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作為財產 現在是可能影響其他東西 整個環境 這個是首先第一個的矛盾 第二個是政府作為一個公權的使用者 他不需要一個土地的政策 他不需要向社會交代 土地作為一個商品 到底是否純粹是一種商品 是否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當作商品 如果不是商品 那怎樣解決呢 整個大量西灣的教訓又在這裏 如果純粹從資本書的角度來說 就是商品交換來說 別人給了錢 那你也知道別人做甚麼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說 商品和非商品的矛盾 是吧 商品 作為一個商品 我怎樣用就肚子 起甚麼就關了甚麼事 但對於其他人來說 使用的價值是大過 由於交換而得到財權的使用價值 對不對 你的使用價值 某個程度上 如果他再去炒一次就更加清楚 他現在不是再去炒一次 他現在變成了他的使用價值 變成了一班人的使用價值 是透過商品的交換 即是由他的貨幣去交換 做一塊土地回來 他的使用價值就是為了小眾人的使用價值 但大部分人的使用價值 是直接去取的 是吧 那你有甚麼理由 因為你用了一個交換價值 用了一個商品的交換行為 只是滿足你的使用價值 如果將來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確定土地是可以私有 粗私有之後 甚麼都可以做的時候 他再一次 再交給別人 就更加清楚 有甚麼理由 因為你兩個人之間的商品關係 使用價值進一步喪失 因為賣的人的使用價值 就不是再使用 是要來拿多些貨幣 所以在賣者來說 一件商品的使用價值 其實就是交換價值 是吧 因為很簡單 我買個棺材 其實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 你買個棺材回來 不是打算睡覺 你不是打算買 是嗎 如果有棺材商 你買五庫棺材回來 我算你很喜歡睡棺材 你便值了二兩庫 還有三庫是甚麼呢 買三庫棺材回來 作為一個買者來說 他是為了賣而買 為何為了賣而買 就是為了在賣的過程裏面 賺多些錢 這是很清楚的道理 在大洋西灣的問題也是 賣地那些鄉民 它的使用價值 那間土地可以建屋 或者它已經有作屋賣給它 使用價值本身那間地它是有使用的 但它已經變成交換價值才是使用價值 唯一的使用價值 對那群村民來說 當它要買的時候 就是交換價值 變成價格 當然這個價格 因為不是經常不停地交易 價格可以升可降 如果你是通過了十萬次交易 大致上你知道市場價就是這樣 而做得多的交易 就會有一個循環 就是一個 好像Graphity 會跌回到重心 好了 我們不要說太遠 在大洋西灣 就是說 土地在香港 丁權 丁屋作為商品 可以出賣的時候 它必然會帶來一個問題 就是其它不能通過商品的交換 如果他們去行使交換的人 失去了使用價值 失去了土地對它的使用價值 將來可能用商品才行 如果它是私人 就是由於村民和現在這個人交易之後 政府縱容之下 其它人的使用價值被排除了 你不能做得 如果它是商品的話 那就限量 非加利和我兩個有錢的 就給幾百元去過一晚 去喝杯靚酒 這是很清楚的道理 是吧 資本書的爭論是 如果你們這些傢伙那麼蠢 給了你也不懂用 所以市場會令更加聰明的人用那些東西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等於路 好像根據張五常的說法 高司定理的說法 就是建一條路 收費便可以 因為給得起錢的人 一定是最想用那條路 因為這便是謊言 如果用在醫院便麻煩 一種醫療的方法 如果誰給得起錢便會用 那些窮人一定會死 是沒有意思的事情 路路還可以說 你走慢一點 如果你去醫院或者接生 治病 一看便知道這是胡說八道 而且很多事是天然壟斷 鐵路便是天然壟斷 你建了一條後便不會有另一條 你建了鐵路後便說 誰肯給得起錢便是最需要的 有些人永遠用不到這條鐵路 有些人永遠用到這條鐵路 現在西稅也是 由於那個價格錯了三條隧道 你看到西稅是有錢人用的 窮人很少用 對於有錢人來說 他覺得很好 但我們要問就是 第一隧道是一種天然壟斷 許多條都不可以 那你有甚麼理由 用公共資源 給了私有財團之後 令到有錢人才可以用 這是不通的 我想下一集再講其他事情 公共資源 工資系列 研究